关注英国曼彻斯特市演唱会爆炸案 面对恐袭威胁 英国首相特里萨梅宣布 将全国恐怖威胁的级别 从目前的严重级别上调到最高的危急级别 而当地主要地标和接下来的大型活动 将会部署军人加强保安 英国内政部长则表示 这次恐袭的干案者很有可能已超过一个人 而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了四名同案件有关的嫌犯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歌迷在演唱会结束离场时 现场突然传来爆炸巨响 体育馆顿时陷入混乱 警方案发后突击贤凶位于南曼彻斯特郊区的住家 在附近拉起封锁线并破门而入 搜查贤凶住所 目击者说警方从屋内压走一名看似二十多岁的男子 警方表示目前调查进展良好 当局已经确认当场被炸死的袭击者是 二十二岁的利比亚裔土生土长 英国公民萨拉曼·阿贝迪 当局相信他不是唯一的贤凶 首相特里萨梅也说 在接下来的大型活动上 警方将同主办方合作 确保出席民众安全 希望公众不要过度恐慌 完全不错 当然 感谢观看